九十四申報,兒哥醫生疏忽犯男同父母拜訴 2015年7月10日港文A04申報信 兒哥醫生陳以誠 於2009年替一名十四個月大男嬰治療手指割傷 而疏忽令男嬰傷口受感染 導致男嬰需撤除有手一折壞死無名指 高院上訴停去年夏令陳醫生需賠償52萬元級該名 永遠二五歲大的男童 男童父母認為賠償金金原來要求的650萬相差太遠 早前申請上訴到終審法院 上訴停昨日頒下判決書 指當年男嬰的傷勢較輕、案件並不涉及重大法律觀點 拒絕批出上訴終院的許可證明書 兒哥醫生申請遭駁回與此同事 醫學會副會長陳以成醫生亦不滿上訴停要他支付一半重費 給原訴父母向中院提出上訴申請 理由是上訴後原訴人只獲增加約21萬元賠償 遠少於他們原先的薩償額 反過來應由男童的父母支付上訴重費給他 上訴停坐在判決書給指 父母代而指上訴成功增加的賠償金 雖低於他們的預期 但他們始終是上訴得值 陳之父上訴重費給他們 可算是合理地反映上訴結果 故駁回陳醫生的申請 醫療事故起恩於男童波斯科羅出生十四個月時 由手指不慎割傷 父母把他帶到陳以成診所求醫 陳醫生而再覆診時無拆開波格 其應無名指的崩帶拆看相勢進展 數天後才拆開崩帶 上面一段子直已受感染壞死 須動手術撤除 2012年11月高院員仲庭判陳醫生 須賠償31.4萬元給男童及其父母 2014年2月上訴停將賠償額加大至51.9萬元